《诗诗记》的第九章 我们今天是要继续讲《诗诗记》 其实《诗诗记》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是属于历史书 所以历史书就是讲故事 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故事 就是要讲亚比米纳的故事 我给他的标题亚比米纳的夺位 他究竟是向谁来到夺位 当时以色列是没有王 以色列是被神来到带领 所以当他夺位的时候 他就是从神的手中夺取了领袖的位置 其实仍然神都是掌权 最后神都是将他从他的宝座上拉回来 其实《诗诗记》是有四个特色 我们都讲过很多次 当时以色列是没有王 没有王管 第二点 各人都行自己看为正的事 各人都偏行己见 第三点 神的话语被忘记 当然他们也忘记了神 还有第四点 就是很多罪 以色列人不断地被罪来到捆绑 一次又一次 神将他们打救出来 但是救了他们之后 他们又去犯罪 又被罪来到捆绑 其实这四点你觉得 跟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否很相似 有没有王啊 我们有没有王管啊 没有王管 现在暂时 神是将这个世界给了撒旦 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一节 暂时 撒旦就是这个世界的王 还有第二点呢 各人偏行己见 现在这个世界最棒就说什么呀 Politically correct 每个人都有你的看法 你的看法是对 我的看法也是对 你不要说我不对啊 我又不说你不对 大家都对的 大家都要彼此尊重 问题在哪里 世上唯一的真理是神的话语 带了我们的第三点 为什么会各人偏行己见 因为不记得了神的话语 因为不记得了神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还有第四点呢 我们都在罪的捆绑里面 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 几多罪 有毒品 有堕胎 有同性恋 有杀人 多罪到不得了 现在这四样东西仍然都是存在 那我们现在说的是诗记 是诗记的问题又在哪里 是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加南地 不能够完全将加南人赶出来 这个就是约书亚记 但是这个问题现在仍然都是存在 以色列人进入加南地 首先攻击的是哪个城 耶利哥城 耶利哥城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月亮之城 原因就是那里的加南人以前都是拜月亮之神的 拜偶像 我上次也跟大家说过 其实回教徒的阿拉神的前身是什么 就是月亮之神 就是月亮之神 所以你看到回教的那些妙语 那些殿上高那里有额微月的标志 因为阿拉神的前身是月亮之神 是偶像来的 现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当年以色列人不能够赶出加南人 以至现在呢 你看回耶利哥的附近 就是现在的什么地啊 哥兰高原 希伯伦 拉玛拉 加撒走廊 这些地方仍然都是真伦不佑 神将这块地给了以色列人 但是到今时今日仍然真伦不佑 究竟是属于回教徒 还是属于以色列人 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当年没有赶出加南人 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是一样 回来看一看 今天的故事是要讲到 阿比米纳的故事 《士诗记》的第九章 我们刚才读经文的时候 读到有耶路巴历 这个名字在《士诗记》的第六章 我们已经解释了其实是基电的花名 记不记得基电拆毁了巴历的祭坛 以至是以色列人是要将他来处死 当时他的爸爸就和他的儿子来说话 喂 如果巴历真的是真神的话 不用你们帮巴历出气 巴历自己会和基电来争论 这个就成为了他的花名 等巴历来和他争论 这个就是耶路巴历 今天的主角不是基电 今天的主角是基电的儿子阿比米纳 他很希望很希望是做皇帝 美国第一任的总统华盛顿 当他在Yorktown 战胜了英国的将军 Charles Cornwallis之后 就开始了美国的独立战争 当时他打赢了这一场的硬仗 但他没有改变到人民的问题 什么问题呀 是经济上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美国人 经济上的问题 所以他手下有一个上教 就写了一封密函给他 叫他做什么呀 你快点清皇 成为美国的皇帝 你就可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 感谢神 华盛顿是没有清皇清帝 以至我们现在美国 仍然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不是被独裁者来统治 但是以当时华盛顿的声儒势力 他绝对是有可能是自己称王 但是他没有做到 今天阿比米纳呢 刚刚相反 他很希望成为王 但是当他成为王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犧牲了很多很多人的性命 他不择手段地成为以色列人的王 这一章的经文在《诗诗记》里面 一部有五十七节 是《诗诗记》最长的一章的经文 也都可以讲得是一张非常令人伤心的一张书 讲出了阿比米纳三个政治生涯的阶段 哪三个政治的阶段 第一就是夺国 第二就是守国 第三就是失去他的国家 这个就是我今天这篇到的大纲 首先看看他怎么夺国 阿比米纳的爸爸基殿和一个痞女 这个不是以色列人 是士剑人 他基殿和一个士剑的痞女生了阿比米纳出来 我上次也跟大家讲过 他帮这个儿子起的名叫阿比米纳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的爸爸是王 他自己不要做王 他不要做王的责任 他要做王的生活 他要做王的名誉 所以他才帮自己的儿子起了这样的名字 当人家叫他儿子的名字就是告诉人家 基殿就是你们的王 基殿不肯成为王 阿比米纳认为绝对是一件错误的事情 所以当他爸爸死了之后 他就要成为王 他由俄弗拉搬到士剑这个地方 开始了他做王的计划 阿比米纳在他做王的过程当中 他违反了很多很多条神的律例典章 我们现在粤语报是读十戒 可以跟大家来到温习一下 看他犯了十戒当中的多少条的戒命 以至他自己是招致死亡 也都替佣纳他的人 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 我们首先看一下他的夜心 其实我们可以说 他已经是犯了十戒当中的第十戒 就是不可贪婪 最后的一戒 其实如果你看十戒当中 有两戒是内心的罪 是第一戒和第十戒 第一戒说 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谁是你的神 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你每天是敬拜哪个 你不要以为只是偶像 可能你生命当中有很多其他的偶像 是你所敬拜 究竟你敬拜哪个 你自己才知道 是内心的罪 第十戒不可贪婪 也是内心的罪 因为内心的罪才会引发出其他外在的罪 例如奸人杀人 作假见证 或者是偷盗 你就会犯其他这些外在的罪 但是出于你的内心 阿比米纳就是一个非常贪婪的人 他希望得到造王所得到的一切 其实一个人如果是谦卑的话 如果他跟随神的旨意 就算他有红心大志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神给你逆 神又给你风 你可以是凭着神给你的风和逆 飞得很高飞得很远 但是如果你是为自己来到造疫 你是为自己来到造风 你分分钟是跌到自己粉身碎骨 以赛亚书的十四章十三节 令我记起撒旦 他在以赛亚书的十四章十三节 曾经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 结果就怎样 他带领了三分之一的天使 而从天上跌了下来 启示录的十二章告诉我们 还有另一位是尼布格尼撒 在达尼利书的四章二十八至三十七节 他曾经说他或者大巴比伦 不是我用大能大力见为京都 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 结果神就将他从宝座上拉下来 叫他成为一只野兽 食草七年 这些事是记载在达尼利书的第四章 当我们是自大抬高自己的时候 神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将我们拉下来 阿比米纳在士剑开始实验他做王的梦想 在阿比米纳的时候 士剑这个地方是被犹太人和加南人一起来居住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以色列人不能够完全将加南人全部赶出去 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和加南人来通分 基电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他自己都不例外 他取了这个妾士是士剑人是加南人 以致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阿比米纳认为他在士剑来清帝 所以就得到天时地利人和 为什么呢? 士剑有犹太人 他的爸爸是犹太人 一定会拥立自己 他的妈妈呢 加南人士剑人 又一定会拥立自己 那你说是不是在士剑最好的地方 来到清帝 而且以色列人非常之爱戴基电 我上次都说过 在士师记的第八章 他们来找基电 希望基电成为他们的王 不过基电不肯 如果现在 基电有个儿子走出来说 我愿意带领你们 成为你们的王 你猜以色列人 会不会拥有反应 一定会拥有反应 是吗? 但是 这个阿比米纳 比起他其他七十个兄弟 我上次说过基电有七十个儿子 他比起其他七十个儿子 他有优势 他自己和以色列人说 基电有七十个儿子 谁来带领你们 总不见得全部七十个都来带领你们 是吗? 我就不同了 我是婢女所生的 我一枝独秀 他对士剑人 他就怎么说 我是你们的一份子 我妈妈是士剑人 是迦南人 我想而知士剑人 迦南人对基电其他的儿子 完全是没有好感 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现在见到有一个 自己的人来到清帝 他们一定会拥抱 除了他是有野心 除了他贪婪 犯了十届当中的第十届 其实他也犯了第一届 他的偶像就是他自己 十届当中的第一届说 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是第二届 其实他犯了这两样 因为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偶像 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神 这个就是他的问题 很明显他对神 究竟向以色列人有什么的旨意 他完全没有兴趣 他也没有兴趣为以色列人来到谋福利 他只是想成为以色列人的王 得到一切 他只是希望这一点 他而且甚至是利用拜巴力的士剑人 来到帮助自己 拱固他自己的王位 当他用拜偶像的士剑人 来到帮助自己称帝 其实他已经插了一只脚 过去巴力那边 是吧 所以他不单止自己是自己的偶像 他也都已经插了一只脚 过去巴力偶像那一边 除了他是野心 除了他有偶像 他也都追求势力 他将供奉给巴力的钱 拿出来 请了一群匪徒 来帮助自己 勇立自己成为王 这一群人也都帮他杀死了基殿其他七十个儿子 就是同父二母的七十个儿子 为了不要他们和自己争取王位 他甚至把自己的兄弟都杀了 那就犯了十届当中的第六届了 是吧 所以他真的犯了很多神的律例典章 哈巴谷先知在说哈巴谷书的一章十一节 他说 好像阿比米纳那样的人 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 像风满然掃过显为有罪 这个就是说 他自己成为神 他的势力就是神 他是好像一阵狂风那样吹过 是吧 要成为众人的王 有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阿比米纳撒死基殿七十个儿子 居然没有人出来阻止这件事 是不是一件这么残忍的事 基殿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来的 我上次都跟大家说过 就是基殿他虽然带领以色列人得性 但他没有带领以色列人有一个长期灵命的复兴 所以 这些这样的得性只不过是短暂 不能够是长期 所以以色列人也都忘记了基殿 在《书士诗记》的八章三十三至三十五节 告诉我们 他们完全忘记了基殿 所以当阿比米纳派人杀死自己七十个同父义母的兄弟 居然没有人出来阻止 有一个爱尔兰的诗人他曾经说 他说好人缺乏坚定的信念 坏人充满自信和憧憬 似不似现在这个世界 真是好人缺乏坚定的信念 但坏人充满自信和憧憬 我刚才读了哈巴谷书的二章十一节 二章十二节说什么 以人血建成以罪业立一滴有和尿 罗马书的三章十五节和以赛亚书的五十九章七节都说 这些人的脚迅速地流人的血 但这些血很快就会归到自己的头上 这就是说到阿比米纳 杀人已经是很大罪 但他甚至是将自己的兄弟都不放过 杀死自己的兄弟 在圣经里面有什么人杀死自己的兄弟 大有奇人 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第四章 就有该人杀死阿伯 是吧? 另外呢 鸭沙龙在撒母以下的十三章 也都是杀死自己的弟兄 在树 历代之下的二十一章 还有犹大王 若兰 都是一样 除了他有野心 除了他有自己的偶像 阿比米纳也是一个很欺诈 非常欺诈的人 我们怎么知道 《士诗记》的九章六节 说他是被拥立成为以色列人的王 其实当一个领袖要成为王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们都要作出一些保证 是吧? 好像美国的总统那样 当他宣誓的时候 他要保证什么? 他要保证他是很忠实地来执行做美国总统的任务 要保护宪法 这个是他宣誓的时候要保证的 成为以色列人的王 其实当然他也有事 他需要是保证 《士诗记》的九章六节 完全没有说到 但我们可以由 撒母以下的五章一至二节 就是说拜位登基的时候 有什么的保证 经文说 以色列众之派来到希伯伦见拜位说 我们原是你的骨肉 从前苏罗作我们王的时候 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时尼 耶护华也曾应许你说 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作以色列的君 有没有看到这里其实有两点 第一就是要率领以色列人 第二要牧养 是吧? 虽然经文没有说到阿比米纳奔基的时候 有没有答应这些事情 但我相信就算他有答应的话 他完全无心来执行他自己所答应的事 因为他根本对以色列人的福利完全是不在乎 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自己成为王 在历史当中有很多人 有很多伟大的领袖 都是将国家 将人民的福利 放在自己的上面 阿比米纳呢? 刚刚相反 他是将自己的名利放在其他所有东西的上高 阿比米纳的登基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仪式 神根本是没有描损到他 神也没有祝福他 当他在书 士剑这个地方来到登基的时候 其实他涉足了以色列人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士师记九章六节说他登基的地方 是士剑像树旁的柱子 这棵的像树是很出名的 这棵的像树在士剑 相信就是阿比拉罕当年 神向他显然 应许将加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人 创世纪的十二章就在那里 另外呢 雅各带领他的家人 要他的家人将他们的偶像全部埋葬在像树的下面 看着创世纪的三十五章 他要他的家人再一次归向神 还有呢 若书雅去到士剑 宣读神的律例典章 讲出神的祝福祖咒 这个是在生命记的十一章 和若书雅记的第八章 等一会儿我们会回来看这件事 他是要以色列人重新答应 来到服从神 而当若书雅临死之前 他也是回到士剑 再一次在那里做了一个演讲 他是要以色列人重新他们 对神的爱 对神的服从 在若书雅记的二十四章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就是被阿比米纳在那里来登基 是颠污了 羞辱了这块地 阿比米纳的登基 不是说没有挑战的 不是没有人反对的 我刚才说阿比米纳有七十个兄弟被他杀死 有一个走掉了 大屠杀的时候他躲起来 这个人就叫做弱犯 他在他哥哥登基的时候 走出来搞搞阵 他的哥哥在士剑登基 他就走到去基利深山 来说些不合听的东西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我跟大家都讲过 士剑其实是一个天然的舞台 就是好像个舞台 两边基利深山和尾巴路山 就好像观众的座位一样 你在士剑说一句话 用平时的声线 在尾巴路山和基利深山 都能听得很清楚 反过来你在基利深山和尾巴路山 向着士剑说话 士剑的地方都会听得很清楚 所以若坦就走了去基利深山 来到向士剑来说话 当年我刚才说过 若书亚就是差派十二支派 六支派站在基利深山 六支派站在尾巴路山 站在基利深山的是宣布祝福 站在尾巴路山的呢 宣布祖咒 神的律例典章当中的祝福和祖咒 当年站在基利深山上高 是有若失之派 很多学者都说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若失之派 其实是错的 《生命记》的二十七章十二节 讲到有若失之派 站在基利深山来宣布祝福 在属于以西结书的四十八章 讲到将来耶路撒冷城有十二道的城门 有十二支派的名字 其中一道门就是若失 所以圣经里面绝对是有若失之派 我们知道基殿出于马拿西之派 马拿西之派和以法连被兄弟之邦 都是属于若失的后人 当年若失之派站在基利深山宣布祝福 现在若坦站在基利深山 是不是来祝贺自己的哥哥 称王称帝 不是 他单单打打地说了一个比喻 说了一个预言 这个是什么的比喻 什么的预言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比喻 很多人认为比喻是耶稣基督 新约才有 其实在旧约已经有 《士师记》第九章今天的经文 其实在旧约是第一个比喻 我叫他做众树立王 但也可以叫他做荆棘的比喻 等会跟大家来说 究竟这个比喻是说什么 很精彩 其余的比喻呢 我们很熟悉的撒母以下的十二章 穷人的母羊 记不记得 大卫犯了奸淫 拿丹先知就去找大卫 他说有个穷人 只有一只母羊 很爱这只母羊 结果有个有钱人 千千万万的牛羊 他就是看中 穷人那只母羊 就是抢了 大卫生气到不得了 拿丹就跟他说 你就是那个有钱人 这个就是 穷人的母羊的比喻 撒母以下十四章 培哥亚妇人的比喻 列王几下十四章 扎黎的比喻 以赛亚书五章 葡萄园的比喻 还有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 都是有很多很多 预言性质的比喻 这些语言都是非常非常准确 今天这个中树立王 若坦所说的比喻又是什么 他说以色列人走去找人 成为他们的王 就是好像森林当中的那些树 想找一个王一样 他们走去找橄榄树 他说你成为我们的王 橄榄树说 哎呀我要做橄榄油 我没有空 他们走去找毛花果树 毛花果树又说 哎呀我要做毛花果 我都没有空 跟着他们去找葡萄树 葡萄树又说 我要做葡萄来到酿酒 我都没有空 最后得什么呀 荆棘 这个荆棘就想做王了 但是荆棘其实在所有植物当中 可以说得是最没用 荆棘生得很矮的 不能够成为其他树的遮蔭 荆棘还有刺的 哇你说有什么用呀 当柴烧吧 这个就是这个荆棘的比喻 或者种树立王的比喻 最后说的 就是一把火将荆棘和什么呀 荆棘的香榜树 荆棘的香榜树是很名贵的 荆棘烧了没问题 荆棘的香榜树很名贵的 其实在树棘当中很多时候 天气光燥 荆棘很容易着火 就真的将整个树林都烧了 这个比喻说什么呀 所有 俑大 俑户 俑户阿比米纳成为王的 这班就是 尼巴乱的香榜树咯 你们俑立荆棘做王呀 最后有火从荆棘出来 将你们全部烧毁 你们要自食其果 你们要为自己所做的事 承担责任 这个就是 众树立荒 或者荆棘的比喻 如果我们留意的话 在圣经在旧约 还有两个荆棘的比喻 其实和这个都有很大连大的关系 撒母以下的二十三章 是大卫最后的遗言 神透过他说出 他说那些伴契神的领袖就好像荆棘一样 最后会遭到审判 会被烈火来烧毁 像不像我们今天说这个比喻 另外呢 在以赛亚书的第九章 十八至十九节 说那些邪恶的领袖 连自己的兄弟都不放过 和我们今天这个比喻 是不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相信这两个比喻 都是由 《士师记》第九章 今天的比喻所引发出来 阿比米纳我刚才说过 他是从神的手中奪取了王位 神在某个角度程度上 是给他能够成功登上王位 但是掌权的仍然都是神 最后神是可以将他 从他的宝座上拉回来 说完了他夺国 第二个阶段就是守国 阿比米纳成为国王之后 三年就出现问题 中国人说建业容易 就守业难 这个真的是真的 《士师记》的九章二十三节 经文说 神使恶魔降在阿比米纳和士剑人的中间 士剑人就以鬼诈代阿比米纳 神使阿比米纳和士剑人 彼此有猜疑 彼此有不和 最后又兴起一个 另外一个人来挑战阿比米纳 是叫做加纳 等一会我们会说加纳的事 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手 神要帮基殿七十个儿子来报仇 是要惩罚阿比米纳和士剑人 因为他们把阿比米纳七十个儿子杀死 有人说 神的磨房里面的磨磨得很慢 但是磨得很仔细 中国人说什么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这个磨房的比喻其实是很贴切的 大家等一会会见到阿比米纳最后是怎么死的 被这个人用一块磨石扔下来 摘穿他的头 砍死他 所以这个磨房的比喻真的非常贴切 阿比米纳和人民之间有了 裂痕有了不和 以至士剑人开始反对阿比米纳 他们祖咒阿比米纳 还走去抢掠过路的商人 以致令到阿比米纳有很大的损失 不单止在财物上的损失 也都是声誉上的损失 为什么财物呢? 没有商人敢去阿比米纳所管理的城里来做生意 因为被很多的贼来抢 那为什么会声誉呢? 他所管理的地方全都很臭 原来是有贼的那些地方 所以阿比米纳钱财声誉都受到影响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来挑战他 这个就是以别的儿子加纳 大家要小心 这个不是耶夫尼的儿子加纳 耶夫尼的儿子加纳就很出名 在约书亚记里面 这个是另有其人 这个是那个士剑人 他就在那些加纳人庆祝修成的时候 走出来演讲 来批评阿比米纳 他提醒那些士剑人 他说你们不要拥抱阿比米纳成为王 你们知不知道阿比米纳的爸爸是谁? 是基殿 基殿是犹太人 犹太人是雅各的子孙 我们不是的 我们士剑人是哈末的子孙 你们怎么可以拥抱阿比米纳做你们的王 你们应该拥抱我 这个就是他的口号 另外呢 原来阿比米纳住得比较远 住在阿鲁玛的地方 而加纳呢 他是住在士剑 近水楼台就先得月 人民有问题那时候 去找加纳还是阿比米纳? 当然去找加纳 他住得这么近 阿比米纳山长水远 所以慢慢慢慢就偷了人家 对阿比米纳的信心 欢心和拥大 这个和很多年后的鸭沙龙很相似 记不记得鸭沙龙在撒母以下的十五章 他就是近水楼台 他想抢了人家对大位的爱 他就帮人民来解答难题疑问 得到人民的爱心和拥大 在士师记的九章二十九节 最后这个加纳 还向阿比米纳来挑战 他说为愿者民归在我的手下 我就除掉阿比米纳 接着他就大声和阿比米纳说 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 其实阿比米纳听不听得到这篇演讲 他听不到 他住得很远 他住在阿努玛 但他有一个心腹 这个心腹叫做西布纳 他听到完之后 他就说回阿比米纳听 但是他说你不用怕 我有计划 我留在士剑做臥底 我要博取加纳的欢心 你呢 你在城外招兵买马 然后埋伏在田间 来攻击加纳 这个西布纳的计谋 和基电攻打米电人的计谋 是很相似 要攻其目臂 出其不移 胜过对方 当然阿比米纳 是没有基电他爸爸的信心和勇气 但是他就有这个西布纳 来帮他囚谋来计划 而这个西布纳 真是得到加纳的信心 对他是言听计从 经文告诉我们 他大清祖在城门 加纳看到山上 有人带着兵马下山 他很害怕 哎呀是否有人来攻打我 这个西布纳跟他说 不是 是山影来的 哪里是人 是山影来的 不用怕 这个加纳又信了他 到最后阿比米纳 军林城下 没有时候来准备了 他才知道原来中计 加纳想躲起来 他心想 哎呀不行 他手下的人一定看不起他 如果他躲起来 最后都是会被捉到出来要处决 他要逃跑呢 阿比米纳一定会来追赶他 会杀害他 所以他最后只可以带着兵马出去迎战阿比米纳 打输了之后 被阿比米纳赶了出城 虽然阿比米纳 除去了他的挑战者 但是他还没收手 刚才我们说有些什么人反对他 他说是士剑人 是吗 士剑人祖咒他 在《士师记》的九章二十七节 又抢掠伤人的东西 令到他钱财名誉都有损失 喂 以前就有加纳帮着你们 现在加纳没了 没了靠山了 你们还不来对付士剑人 当这些士剑人一早准备出城工作的时候 他就走来攻击他们 围炒他们 将他们杀死 神就替基殿七十个子报了仇 也都应验了若坦的预言 这个预言说什么 有火从荆棘那里出来 就是销毁了尼巴嫩的香榜树 这帮尼巴嫩的香榜树 就是这些士剑人 为了他要保证士剑城 不再反对自己 不再对抗自己 他毁灭了城之后 在上高杀盐、审盐 在书一个城上高审盐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实践性 审了盐的地草木不生 你信不信呢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办法 我家屋四周围很多野草 我炆了野草之后 在上高审盐 审了盐之后 就不会再生 第二个象征是象征什么 象征是祖咒 咦 我自己在屋里审盐 就是祖咒自己 我们在主内没有这些事 第二个就是祖咒 其实在书这个耶利米书的十七章 和四十八章都说到 神说你们要在摩押上面撒盐 因为他必成为废墟 你在一个地方撒盐 就是象征 这个是被神所祖咒 是要成为一个废墟 士剑 考古学家真的发现 曾经被毁灭 但是也都曾经被重建 你说 谁重建他 在处这个聂皇纪上 耶罗波安 在处以法连山地 重建士剑城 对付了加纳 对付了士剑城 阿比米纳收手了没有 还没有收手 他想起那帮贵族 其实我告诉你们 我想起 尼巴嫩的香榜树 其实我相信 所代表的就是这帮贵族 因为很名贵 有帮贵族躲起来 这帮贵族就是士剑流的人 在《士师记》的九章六节 也可能就是 帕特米罗的米罗家 这帮人知道阿比米纳要来杀死他们 他们就躲起在一个叫做 伊纳比利土的庙里 你说伊纳比利土是什么 比利土是纳约的解释 伊纳是神 这个就是纳约之神 你说是不是耶和华 不是 这个是偶像 和《士师记》九章四节 和《士师记》八章三十三节 说巴力比利土是同一位神 我们看看《士师记》八章三十三节 基殿死后 以色列人又去随从 朱巴力行邪淫 以巴力比利土为他们的神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那位神 这帮贵族躲在他的庙里面 以为这个纳约之神就会保护自己 会得是幸免会得逃过这个灾难 结果阿比米纳怎么样 一把火将整个庙烧了 烧死了一千个贵族在里面 说了阿比米纳的夺国和守国 最后要说他如何失去他的国家 阿比米纳还没收手 他还有一个城要去对付的 就是提避施城 相信这个城的人也有对抗他 所以他就带着军马走去围困这个城 城里面的人就和那帮贵族一样逃命 走去一个高塔那里 想着躲在这个塔里 就能够避过阿比米纳的坠击 阿比米纳的心想对了 我刚刚才烧了一座电 一座苗宇烧死了里面的敌人 你们现在躲在一个塔里 我就顾忌从尸 连你们都烧了 不知多高兴 但是他得以忘形 不记得了一件事 犯了一个很致命的错误 他走得太近这座塔 以至塔顶有个女人 推了一块磨石 打了下去 打了在阿比米纳的头上 将他打到重伤 就快死了 他突然想起 如果我这样死了 有三大耻辱 第一个耻辱是什么 不是在战斗当中被人杀死 你知道那些军人 一定要在战斗中被人杀死 才是英雄 现在不是打仗 你走来打架磨石 在我的头上 第二个问题 是被个女人杀死他 我都说过以前的军人 最怕被傅猿杀死 手无渣鸡之力 一刀就捅死了 最忌忌的 还有第三个 是比较磨石 打死他 不是给战场上的兵器 三大耻辱 对一个军人 所以他立即和他拿兵器的这个少年人说 你快点炆刀捅死我 我不要被这个女人杀死 这个和撒母以上的三十一章 素罗的事都很相似 记不记得素罗逃避匪利士的军队 当时他已经重伤 他不要死在未行国礼的人手上 所以他就和自己的士兵说 你杀死我 结果这个士兵不敢杀死素罗 阿比米纳就不同了 说不定这个手下已经争了很久了 忍了他很久了 现在还不是机会捅死你 所以他一刀就捅死了阿比米纳 但是虽然是这样 没有改变到人家对阿比米纳的印象 没有改变到人家对阿比米纳的形象 在撒母以下的十一章 几百年后 人家仍然都说阿比米纳是被一个女人杀死 所以他这样做 根本是没有为自己来改变形象 阿比米纳想保护自己的皇位 结果连命都没了 不单止没了命 他的国家也失去了 也都应验了他兄弟若坦所说 阿比米纳和士剑人都被神来到懲罰 诗篇的三十四篇二十一章说 恶必害死恶人 恨惡异人的必备定罪 而珍言的二十一章十二节 说疑人思想恶人的家 知道恶人倾倒必至灭亡 流无辜人的血是神所憎恨的 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 神是憎恨流无辜人的血 因为太多的经文我不会读 我会留在PowerPoint那里 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download来看 其实美国现在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每年的谋杀 你们知不知道有多少单 超过二万单的谋杀每一年 说你脱一脱 每一个钟头就有两至到三个人被杀 也就是说你今天坐着听我讲这篇道 已经有两个人被谋杀 这是很大的问题 加上千上万死在妈妈肚里面被堕胎的BB仔 美国人这个自由之地真是沾满了血声 神一定是会来向美国来土债 就是好像我刚才说 有很多的经文都说 神是最憎恨流无辜人的血 比利克林郭培里曾经说过一句的名言 他说如果神不向美国来追债 不懲罚美国 他要向所多玛俄摩拉来道歉 这个绝对是正确 这个真的很不幸 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到阿比米纳靠自己的力量走上皇位 但是神仍然掌权能够把他拉回来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神是有三个方面是掌权 起码这三个方面 人选领域和时间 人选方面呢 神要按立哪个就按立哪个 神要除去哪个就除去哪个 就算阿比米纳自己登上皇位 都是无用 神都能够是将他拉下来 懲罰他 那你说地点呢 你说领域呢 阿比米纳自己认为在士剑登基就最正了 天时地利人和 能够得到犹太人的勇立 也能够得到士剑人的勇立 阿好得不得了 但是结果怎样呢 犹太人说他是迦南人 迦南人呢 说他是犹太人 最后也都对抗他 所以变得是诸八戒照镜两面不是人 结果失去了他的王位 不单只是地上的领域 还是灵界的领域 有没有留意到刚才有一节的经文 《士师记》的九章二十三节 神使恶魔降在阿比米纳和事件人的中间 恶魔当然是被撒旦来管核 但是从约伯记我们看到 如果没有神的容许 撒旦绝不能伤害约伯 所以我们看到一切是操纵在神的手里面 有一日耶稣基督会回来 教会会被提 世上会有七年的灾难 在这七年的灾难里面 神甚至是能够用撒旦来到 完成他对世界的审判 这个就是神 他的掌权是有多伟大 还有第三点 时间性也掌握在神的手里面 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到西布纳和加纳 在《士师记》的九章三十八节 说你现在出去与他们交战吧 时机成熟 你可以出去和阿比米纳来争战 当时阿比米纳已经军临城下 加纳已经没了选择 只可以出去迎战阿比米纳 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人 也是一样 时间到了他身不由己 他要去完成他的工作 就是犹大 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 和《马果福音》的十四章 当时的大祭司和长老 都在处商议 如何能够随去耶稣基督 如何能够捉拿他 能够将他杀死 但是有一件事他们不要做的 就是不要在雪节日如月节的时候 来多杀害耶稣基督 为什么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经文告诉他们 恐怕民间伸乱 一个大节日如月节 在那天杀死耶稣基督 人民可能会反抗 不要这么做 另外一个原因 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九节 施洗约翰 看到耶稣基督他怎么说呢? 看啊 神的羔羊除去罪孽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如月节的羔羊 若果犹太人的领袖 长老 大祭司 在那天杀死耶稣基督 那便应验了 圣经所说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如月节的羔羊 他们没有那么笨 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要在如月节 来杀死耶稣基督 但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二十七节 当犹大吃了饼 在树最后晚餐 撒旦就进入了他的心 耶稣就对他说 你要作的事 快去作罢 跟着的事我们就很清楚 他就去出卖耶稣基督 是吧? 跟着耶稣基督受审 在树如月节被钉十字架 一切都是照着神的话语 在这儿进行 时间完全掌握在神的手里面 我刚才也说过 我说现在这个世界是有四个很大的问题 是吧? 就是和士司记一样 我们没有网管 我们各人偏行己见 我们忘记了神的话语 忘记了神 我们都在罪里面 美国人充满了血声 我刚才说过 如果神不惩罚美国将要向索多玛 俄摩拉来道歉 但不用怕 一切都是操纵在神的手里面 在适合的时候 在他挑选的时候 神就会猜派耶稣基督回来 来掌权 到时万失都要敬拜 万口都要承认 这个就是我们相信的神 一切都操纵在他的手里面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低头吐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们是有士司记的第九章 给我们见到阿比米纳的故事 虽然阿比米纳 他是自己登上皇位 但是我们见到 无论人选 无论领域 时间一切都操纵在你的手里面 到到适合的时候 你就将它是拉回来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都是一样 没有网管 各人偏行己见 各个人都忘记了神的话语 忘记神 我们也是充满了罪恶血腥 但是在你预定的时候 你就会猜派你的独身子 来到世上来到掌权 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革命而求 阿妹 我做了充满海 从不不我 去Comm eat 小火 去BM行 kl 南海 南海